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丁海路棚户区的故事 丁海路街道东快是影片穷街的拍摄地 这一区域是典型的棚户区 长约30米的弄荡挤着很多户人家 门对门的间隙最矫处不足半米 苍蝇蚊子四处飞舞 雨天有的地方还有大片积水 至今这里还有许多户人家在拎着马桶 住在这里的杨老爷子就给我们讲述了这里的历史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现在我们讲一点点给你 十七场 老道这个是不叫十七场 叫雨风 日本人造的 日本人造了以后怎么办呢 没有人去干呢 他就去到乡下去造工 造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是报生工 南南云云都有 他造了以后你没房子住怎么办 就是造这个四十九路 四十九路呢 就是基本上是 是报生工为了造工的人 他们的年龄就我们相方 十七八岁我们结婚出去 他也是造了做了 他那个时候六斤六吃 六小时进去六小时出来 对吧 他是很苦的 那么这些人很大一点点要大吗 要娶老婆吗 要养孩子吗 对不对 他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年龄一样 那我讲个小话 我二十岁认识他 我们生四个 到第四个的时候不好生了 就是计划生鱼 你们不懂 你们那个历史不晓得 对吧 我们四个小孩 大点六十六 大点六十六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小孩也大了 要住房吗 对 靠劳动去带来的钱 那个去房子 那个时候 就是毛泽东领导的时候 毛主席领导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房子登 住房困难 他就给你住 要登记要批的 那么你为什么道理呢 就是孩子要结婚没房子 他买不起 他很少是的 你平均生活视频 在这个底下可以生气 平均生活视频高的话 都可以 那么那个时候生活视频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12块 一个月 小孩 8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结婚初期 这个事情就是 那么我们要像 像这个房子 买房子 买不起 现在呢 好了 小孩多大了 对吧 他们人要再快 我们套一点出来 那么多一点 就可以他们去买房 买房不够 人要再快 人要再快 就去旅行 就是到现在来为止 我就登成了老房子 小孩都吃起来 这个四十九龙 四十九龙有多少车空 都是对我们一样的 他们孩子也长大呀 也几乎没房子 没被清 到南疆路还要过去 现在都有老婆呢 现在呢 对吧 都是房子 港级的定海岗路 没有房子的 现在那个定海岗路 多是 那么人为什么这么做呢 解放出去的时候 也都像城市 做生意啊 什么的 到后来 到毛泽东世界呢 准备 那么做小生意 就留下来 旧夫妇就把他签拿住 那么然后 以后你就 住着他们股提供了 就赚钱了 这现在给个开放差不多 又用像城市吗 有很多人都用像城市 是 我古典的 这次是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在那边 你这会儿 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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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了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